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15日 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要揭露的 是玻璃珠 這個藝人 朱婷孫 英文是Bonnie 所以 可能因為這樣 就叫做玻璃珠 當然 玻璃珠 還有就是第二個解釋 有很多人認為這個人 跟中國大陸 的五毛 跟小粉紅差不多 充滿著這個 愛國 的玻璃心 所以 另一個解釋 就是這個叫做朱婷孫的人 就是一個玻璃心的五毛 好了 這個 香港五毛 最近又發生事故 這個叫做朱婷孫 不停 在2019年之後 甚至乎是最近 不斷地 繼續發表這個自己支持警察的言論 換句話說 這個 可以用 叫做 女版陽明 來形容他的情況 最近 女版陽明 朱婷孫 就是死老爸 這個不是 比喻來的 真的是發生 這個玻璃珠 自己在微博發文 說自己 的爸爸 原本 身體狀況 精神 健康 各方面 都良好的情況之下 居然 忽然之間離世 好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 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好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這位藝人朱庭孫 玻璃珠 玻璃珠 就是 在2019年 學人做 藍絲五毛 在元朗 7月21日爆發 著名的元朗白衣人721事件 朱庭孫 支持香港警察 甚至乎第二天 發表 看到這個 是元朗居民 頂一群黃絲 不住 的言論 說這群黃絲在那裡 說元朗的居民 受不住了 所以要出來還擊 也 甚至乎做了警察那份 幫警察解釋 為甚麼 沒有接聽電話 說沒有接聽電話 因為大量的警察 要去處理中環的示威 連基本的常識也沒有 中環 爆發了示威也好 元朗 的警察 是正常運作的白癡 這些人 又不讀書 又不識字 腦子又弱智 然後又說自己 不支持暴力 但是 721事件 自己出來支持白衣日 這條 彈散 還不止 後來 質疑當時的示威者 你又要示威 又要報警 這麼討厭警察 為甚麼 要找警察幫和 又犯上邏輯錯誤 下有罪案發生 警察要出來 負責抓人 這個本身就是警察 本身就要做的事 絕對不存在你 示威 針對 香港政府 和香港警察 就代表 香港警察甚麼都不用做的 這些又是典型 的武魯藍絲 專門說這些說話 以為自己吵架 吵得很厲害 在2019年12月的時候 朱庭孫 火同埋 一群藝人 楊明 莊施明 莊施華 很多我也不知道是誰 一大堆TVB 垃圾藝人 走去灣仔警署 說要搞送暖支持 出來支持香港警察 結果 靜悄悄 走去支持警察 後來大合照 大合照被披露出來 然後 身份曝光 然後 出來譴責 說那些藝人是秘密探訪 不知道是誰 害死人了 拿張照片出來 到了那一刻 想刪除也沒有用 照片 在香港各大地方 周圍流傳 看到失敗 沒有辦法掩飾 這個玻璃豬 居然立即 索性把Facebook的照片 公開 留言說今天一群朋友一起去警察總部 送密支支援 說辛苦一群 守護香港市民的警察 說好像看到警察 好像看到 男神一樣 有這個叫做江sir 郭sir 謝sir 這個玻璃豬 就是借這個警察上位 跟楊明一樣 想借支持警察 博取大量其他 支持警察的人 支持他們 這個玻璃豬 又跟楊明一樣 又是涉嫌 走後駕駛 在2022年的時候 這個玻璃豬 駕車的時候 撞到人 更加被發現 是走後駕駛 你說到自己那麼討厭人犯法 自己又犯法 你又是不是暴徒呢 這些人就是這樣 徹徹底底雙重標準 還未夠 去到近日 說到2023年 去到近日這個朱庭孫 還繼續 分享自己 跟這個 李家超合照 這個藍絲 真的可以說是人渣到底 更加 還在 2022年的時候 還繼續上載 跟這個警察的合照 一個這樣的人渣 會有甚麼事發生呢 結果 在這個 4月13日的時候 朱庭孫 自己在微博發送消息 說他爸爸 一向 走得 身體不錯 忽然之間傳來惡號 覺得很突然 看到你誰夢中離開 讓子安場 萬分不捨 願你一路好走 有大量的網民 質疑 到底 他爸爸 是不是被朱庭孫 黑死了呢 朱庭孫 對著大量的香港人 簡直 毫無是任何的同情心 毫無任何的同理心 他對於 示威者被打到頭破血流 甚至乎被殺害 他丁點兒 也沒有提及 徹徹底底 在做盡 支持壞人的事 支持香港警察 有大量的網民 質疑 現在是你朱庭孫 即是玻璃豬 害死你老爸 雖然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但是我們也相信 這個世界 應該是有報應的 是不是報在他身上 不知道 但是 有機會 報在 你身邊的人身上 如果按照朱庭孫自己所說 他 老爸 身體一向都健康 走得走得 到底是甚麼原因 忽然之間 病蓋呢 亦都有網民質疑 會不會是打了科興呀 不過如果真的跟科興有關 都真的隔了很久 但是 的確是有可能 因為以我們所知 打科興 隨時是出事 他出事 未必是立即 但是可能令到你的血管 令到你的心臟 變得有問題 好了 心臟和血管有問題 再加上是老人家 再遇到 其他病痛的時候 就真的會隨時出事 這個朱庭孫 這樣的立場 先不說天 這樣的立場 這樣的一個盲目 這樣的一個 不說邏輯 只說政治立場的人 這樣的人 會遇到 不幸 其實 是很明顯的事 他自己 又說很討厭人家犯法 自己 又走去罪嫁 又走去犯法 他在4月13日的時候 還在分享這個 黑暴橫行的事件 又說這個黑暴借射水槍 襲擊警察 這個人 不是2019年的事 來到2023年 繼續 在做 最可恥的 五毛 所以 這個人 舉動 你說會有報應出現 實屬正常 我們 經常會有一個討論 就是這個 禍不及妻兒 我覺得禍不及妻兒 跟朱庭孫 有沒有黑死他父親呢 其實沒有關係 所謂的禍不及妻兒 其實是一句江湖 的一些所謂規矩 說 就是江湖恩怨 不會搞人家就是家人 這個 是人 的恩怨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 說的是更加高層次的問題 我們說的是報應的問題 跟天有關 天 怎樣去行事 就不是我們人 去幫他決定 而且 很大程度上 朱庭孫的行為 是叫做回歷彪 是叫做自己招來 那麼這個跟禍不禍及妻兒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這一節 就暫時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更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本身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